今天仙峰很幸运哦 跟萬利媽頭前 有一尊比較小尊的那尊阿嬤 那一尊就是崇禎媽啦 哦這兩塊牌匾啊 都是出自於清代的文怨俗畫家 林曹英首書啊 這一對石雕盤龍柱啊 為全台最早的龍柱哦 天則在先 大媽祖您為小媽祖見悅 後來居上 新玄公啟訓舊玄公莊嚴 今天開始之前啦 要記得啟讚 購取訂閱哦 有新的鴨片啊 就會幫你通知啊 連費的哦 哎 你們的願望啊 先鋒聽到了 有人跟先鋒講啊 台南的媽祖廟啊 你少拍了一間啊 今天 打腳鋼啊 水仔末啊 開機天祥宮啊 那創建於明永利年間啊 至今已經將近了快四百年的歷史哦 那開機天后宮又稱為小媽祖廟啊 與俗稱大媽祖廟的四點大天后宮啊 相對而來的 我先鋒之前拍過哦 放在上面的標籤啊 有興趣的可以點開來看哦 兩間媽祖廟啊 差距大概是四百公尺 用走的就能到啦 小媽祖廟啊 隱藏在巷弄之間啊 是一個二級古蹟哦 成立的時間啊 比大媽祖廟還要長 據說 是全台第一間的媽祖廟 而小媽祖廟啊 有兩間年代久遠的媽祖啊 分別叫做萬利媽 跟崇禎媽 還有一尊 時尚女神 時尚女神 廢話不多說啦 先鋒介紹你好廟 對話來丟掰 在祖廟最大尊的 金銘的媽祖啊 那不是新客的媽祖哦 這個據說啊 是由當初鄭織榮出資啊 一個名師雕刻了三尊媽祖啊 其中一尊就在我們開基天后宮啦 據說另外兩尊啊 有一尊就是四典大天后宮的媽祖 另外一尊啊 在鄭成宮母親的故鄉啊 一間叫做日本長崎重複寺 但頂頂罵頭前呢 就是我們天后宮開基的萬利媽 有四百年周圍的流數哦 目前網路上面啊 說天后宮的開基媽是崇禎媽 三百八十年啊 那據這邊廟宮跟先鋒講哦 其實開基的以年代來講 應當時要算萬利媽 那是四百年啊 我現在都跟人家講 我們要說算開基是萬利媽開基 不是崇禎媽 崇禎媽的珍貴是大家都認定 他對地先說過了 他在崇禎媽的 他從這到這 到萬利就差二十天啦 這樣他爽了 那時候三媽是當初 我們家也有在辦公司 那時候都下來都他 他在崇禎媽的貨物 我們都跟新宏說外交代謝 都他在貨物 那邊就是四媽 對 真秋冰那個 真秋冰那個四媽 是 還有過的那個是大咖媽 我們這傳統就是 說禮的切禮 特立公司的過 這樣一個禮 是 都會出巡 折轎 說這些行動說很大咖 還有過的這尊是管媽 好朋友第一尊 縣媽 館 館 政府的館 對 館媽就是說那時候 派來在這裡做館 後來他要回去台六 他就說他回去法就好 這裡要來搶 結果沒有來搶 所以我們給這個館媽 哦 還有這邊是三媽副家 我們這裡是有五媽 沒有人說有六媽 像這樣 那崇禎媽的由來 是當初鄭成功來到台灣的時候 一起帶過來的 他年代也非常的久遠 所以基本上來天后宮参拜的時候 很難看到崇禎媽的身影 今天先鋒很幸運 萬利媽頭前 有一尊比較小尊的那崇禎媽 那一尊就是崇禎媽 冰箱時也不會安裝在那裡 今天真的比較特殊 現在看到在前店的這一尊 就是天后宮的時尚女神 全台唯一的 LV 媽 LV 媽 是萬利媽的富家 他有全世界 唯一一個 LV 官方認證的包包 只有這一頂 金鋁扇 紅寶石 金鋁鞋 零零種種 LV 絲巾 整個加起來 他那個價格 突破了百萬以上 真正就是 名副起始 時尚女神 出巡的時候 才會把這些行頭戴著 沒有放人家廟內 百多萬的東西 壓力很大 在後殿 是觀音殿 這個觀音很有來頭 他是台灣之府 蔣元書 督造的三尊 觀世音菩薩之一 分別藏於 台南四點大天后宮 跟四點五廟 還有開基天后宮 三尊均為坐姿 盤左足 右腳翹膝 三尊風采各藝 各有稱號 分別為 五廟的唯宇觀音 四點大天后宮的 垂木觀音 跟開基天后宮的 傾聽觀音 傾聽觀音的法相 手持經書 身體微微傾斜 好像在聆聽眾生 所祈求的是什麼事情 看起來很慈悲 很莊嚴 那在傾聽觀音做前 也有一尊觀世音菩薩 是我的臉的 頭戴五佛帽 那在觀世音菩薩的前面 還有一尊月老新君 專門掌管 人間姻緣的神明 手持紅線 看起來很慈祥 在兩旁同事的部分 在榮邊這邊是柱生娘娘 在虎邊這邊是福德正神 牆壁兩邊 就是十八羅漢 觀音度羅漢 觀世音菩薩的門徒 相傳祭公師父 是降榮羅漢來轉世的 祭公師父身性有一個特性 就是愛臨嘛 所以在降榮羅漢的旁邊 放到美酒 天后宮的宮內 也存有這個古扁樹方 包括乾隆44年的海天福祖 嘉慶13年的慈惠 還有道光20年的天上福星等 最讓人家津津樂道的 就是兩塊牌匾 就是後店的慈惠 跟前店的魅靈照照 這兩塊牌匾 都是出自於清代的文怨俗畫家 一封廷的林曹英手書 他的比例禁秀 最為人稱道 魅靈照照 據說意思就是 魅周的祖靈 直接來到這邊發揮 在後店觀音的正對面 有一尊 偽陀尊者 看起來也是有年代 偽陀尊者 是佛教最強力的護法神 這個是 明師黃德聖的雕塑 那在唯陀尊者前面 有一個賢良港天后主持 宋代媽祖的寶像 很擬人 他的面容 就好像住在隔壁的一個阿姨 很親民 這塊茶說要幾千人才有這塊茶 他族盡這樣嘛 他的圓盡就整塊打開了 你看這都沒接喔 都說手工一目 他們的技術 剛才來到這裡說 這就真是古董 還有我們的這個 油丁 這都不說是油丁了喔 這都木工的技術喔 對啊對啊 還在那裡有 你看它軟油缸 所以我們 天后宮這邊木工的這個技術照應 對啊對啊 我也有聽說LV馬的作儀 是用一個技術叫做加當力救流 那位找那個魚的現在1090 廟前的兩隻龍柱啊 也是天后宮的一大特色 這一對石雕盤龍柱啊 以三爪降龍為文啊 為全台最早的龍柱 全柱啊以花崗岩刻成啊 龍身造型魂厚大氣啊 線條圓潤柔和 在龍身婉轉從天而降至底時啊 那還是天飛啊的一個配飾 當媽祖是天后的時候啊 配飾的這些龍柱都是五爪的 這也足以奠定了這個歷史的定位喔 門前啊 有一對有趣的對聯 天則在先 大媽祖您為小媽祖見月 後來居上新玄宮起遜舊玄宮莊嚴 因為這邊有大小媽祖宮 那實際上在天后宮這邊的媽祖年代是比較久遠的 每一個人的解讀不一樣喔 在先鋒的解讀上 媽祖是說我比較老 我沒辦法嫁到這個 這個意思 我的體會 這一對門聯啊也變成一個話題啊 讓在地人津津樂道 開機天后宮的基本格局啊 為霞長寺的街屋形式 在廟宇的左方啊 亦有前後兩戶龍 戶龍之間啊 圍以內庭 可由後敗殿之八卦門 及三川門的左側通道進出啊 在三川門有著 五番庚廟閣的裝飾喔 屋頂則是疊合共七段的七架營啊 混合式的構造而成 前殿屋籍的形式啊 為三川頂 三川極上的極式題材啊 為雙龍搶珠及福禄獸三仙啊 是一個很標準的廟宇結構啊 雖然廟地不是很大 可是它的廟宇結構啊 跟這些宗教藝術的文化 是很完整的 又是一個比較非常大的 福禄 當中的廟宇 平均錄成這樣 所以就 grammar了 好像不算是有一點 您將會娛娛功夫 會不會是可以跟我親oya 看來這樣子 現在我們 Merry Christmas 來 數百年的廟宇啊 都一定有這種石碑 上面的记载着这些宫庙的严格啊 历史的经过 参拜完成了 开机天后宫啊 让先锋感觉到庙不再大 有神则灵 这边啊 除了妈祖年代久远神威显赫以外 也有正殿三宝 从蒋元书所赠送的请听观音 也有全台最早的龙柱 还有清朝文人林朝英的牌匾 很值得来这边一拜哦 介绍给你啦 下次见啦 天后宫的对面哦 百年丙铺啊 听说他们的碰拼是台湾碰拼界的天花板 没机缘 炸炸就没完啦 好一次出炸是1月3号 那还很久很久 有吃过的哦 在下方帮我留言啦 好不好吃啊 谢谢观看 谢谢观看